台湾大董事长蔡明忠 与前台湾之星董座魏映交 鼎星大董魏映周合影 台湾大董与台湾之星正式合并 用户数冲上1028万 未来紫色制服也都将改为橘红色 PTT网友实测 网络品质明显改善 尤其网速有感提升 有网友贴出原先20M的速度 转换后提升到84M 等于翻上好几倍 原本可能机牌现在比较差 比如说像亚太跟台湾之星 他们本来机牌比较少 那他们并入像远传 或是台湾大董大这种 比较大的电信业者之后 消费者会比较有感 就是说信号变好了 那另外就是说 也许出国的时候 还可以用这个去漫游 这对这个 比如说台湾之星原本的用户来讲 就是一个利多 台台病正式启用 而远传电信合并亚太电的 原亚病基准日定在12月15号 紧接载后 消费者权益是否受保障 台湾大和大远传都表示 原资费契约盖瓜承受 合约沿用到2025年12月31号 如果更长期限 都得依照合约全部走完 以台湾之星188元4G 终身吃到宝为例 在没有换约的情况下 可以用到4G平谱执照到期 也就是2033年底 至于是否要更换SIN卡 台湾之星用户12月1号开始 重新开机可以自动转换 但如果要订阅加值服务 则必须到门市更换SIN卡 亚太用户12月15号后 依旧可以使用 由于网络整病 会陆续接到更换SIN卡通知 可至门市或网络领取SIN卡 进行更换 台湾之星加上亚太电信 合计有450万人逐步整病 既有消费者的网络品质 能否保障也是一大考验 科技大人表示 未来低价吃到宝将成为绝项 更多就得比拼 各自的网络服务覆盖率 还有连线品质 新唐利亚太电视直接离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悦